神官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给我上 官文果然不明 大将神官命不求你 他下七首一戒 凡人要靠点七星灯续命的肺 神官我能去清国之灵 请窝军出尘 你同日地狱室 因一己之力守官五天 神官就等着起身 为我怎么继续自杀呀 一群废物 求你我一群诛杀子疗 在我的公公关大厦 没有二群废物 我一群屋废物 巡視 那你们?? 你 sleek 似乎 你 小可爱,别吹了 告诉你,梁不凡那个家伙走死了 你骗人,我一吹下荣海,他就会立马过来的 这种鬼话你也信 这小可爱留着有大用处 等会儿特使来了赶紧放人 我去趟梁家祖的,看看方大海是不是已经把事情搬妥了 参见神官大人 备知有罪,只求诉死 念你过往美国尽忠,我暂且留你一条狗命 若你说不出是何人将我梁氏灭门,你即刻自裁谢罪 备知不敢说,不过柜子手都在清晨 青龙白武听令 在,即刻进城,寻我梁氏亲属 是生是死,即刻来报征令 玄武听令,带我神官印,塑造各路湛王 可命 在前线杀敌,儿子却将逐到使下我梁氏族人 朱雀听令,寻我神官命头挂于城楼之上 属下明 五年前,神官大人一样不自不清晨 而清晨继云,各毫发崛起,如雨后春孙 这神官大人将阴附玄于仇同 他这是,又亲手毁掉京城啊 神官大人,梁氏祖地,一次发现梁氏亲戚 这是军处生,等少爷从北疆归来 一定会要 梁氏团,这个臭汤兵的能掀起什么了 把他给我绑起来 叶小姐可以有言在先 一梁补回一两斤 咱们得卢起袖子加油干呢 有门,快点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你才一三二少,谁比你多短 谁,你 少爷 你这一颤子拍变你 不要有你良家祖坟修公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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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少爷,你还是快逃吧 要是叶欣欣知道你回到了青州 你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叶欣欣 叶欣 不凡哥哥,你愿意求我吗 我心有所属,叶小姐 你愿意求我吗 你愿意求我吗 叶小姐 秘乎良家的真的是叶欣欣 确实 这叶家都走了彤彤和夫人 彤彤和静怡还活着 她骗你的 你老婆孩子都死了 你老婆让我卖瑶子认人伦奸 你女儿也被我剁成肉泥包小子喂狗了 弄死她 是 尸骨送去铭鼎天公 为我姐的庆功宴 再添一份贺礼 是 是 是 献趋力的狗运 寻属贺 假献 叶健神官殿下 小姐被劫持 白虎毅前去追击 我在现场 只找到这个 我怎么记得呢 云顶天宫传来消息 以私老夫人与老爷 我正要前往营救 不必了 你先去协助白虎 只去云顶天宫那边 我亲自去 遵命 叶欣欣在云顶天宫去一班 在英河庭 请命青州梁家 走死 起来 这不是你呆的地方 我只去我的乘祸 即日起 胡叶欣欣将天宫中烧 谁在头 谁反 公祝叶小姐 龙鹰会长 这是杨氏们 杨氏在人之间 攀骚我们 你宣布 签算梁氏一族 团青州商界 朗朗乾坤 我代表宋家 无条件支持叶小姐 诸位 日后若是想要跟我合线 可要拿出点沉溺 这恐怕是有事可当了 我是说梁公子梁不怀 知不知道叶小姐是何等尊贵 她和独王 一定想婚约 马上就要成为陈王妃了 可是文侯之子 陈北玄 那当然 以后 我王家全族都是叶小姐的忠权 我李江 为叶小姐 马途实战 我宣布 即日起 千州商会一主 以后 就由叶小姐 带我们 平步青云 送向荣华富贵 青州商会不会一主 尔等的脑袋 发生鲜疫苗了 这人是谁 竟敢拿着晚帘进门 简直不知死我 李凡 高年未尽 我以为女子就死在北枪了 我花子 你不过我起 怕你害得我必须将命 才他们有脸回来 姐姐的身在何处 你还有脸问 你再可过有我起 我就杀了你 你本该 念你是周母纪 暂且饶你不死 杨不凡 我怎么干 我让你和这个贱货 付出代价 不知鬼 臭严不信 你谁 你又要我 我呀 林少侠 我杀了他 我要他死 你 杀你 林霄 竟然是林霄 可是我们年轻一肺的 你居然让他们死之前 我玩的有多开心啊 如果再晚一会 我锅都煮好了 哈哈哈哈 该死 请说该死 啊 你弄了 我不怕 要是我 要是一肢起来留肚子都是二肢的最新 两肢都不威力的老狗夫妻一样 其数不如 别笑 好不干净当心点杀 小子 该死 你也不犯 你这杀了我 你就等着给你那欠你收尸吧 东父 你这 已经被我杀了 杀了我 你杀我爹地 我与你不死不消 你有什么责 要求你就杀了我呀 这你给我不感冒 这是 这我没有闹出脑 看上你什么 这第一道 沾你顶上棉花 谁与我荆棘荡然无损 简死欲如难不欢 愈我本身 马上 汗 世上 哎 叶小姐 我活 她只不敢了 是 行 你二道 这么引起 笃 水 是不是 我 不度引之有渴 现在 笑得出来 三花是其二 这子位 你死如何 这第三刀 司官 士兵 这一刀想起 小姐信心就撑不住了 东部 你还不快求神官收手 还能冲张冰 别想让我踏了 你还没求他 你那么找 你那么找死 你条野狗 你感觉大嫂挥刀 大嫂 别吃了 让我东西 我更不用吃 够我砸碎 殿下如今就在青州总督府 就让他知道 你迫害他的女人 还会立刻将你碎尸万顿 大嫂 你真有 从来就马上就回来 你不敢去还我 真是远 我真要让你 向上挑事不得人指挥 神王这种草帽顽固 都被当成了影像 咋难 谁敢侮辱尘王 就算你狠狠狠 在殿下面前 是个乖乖伏地做口 大嫂 我带你去见殿下 我现在该损担我呀 我让你们走了吗 严谱 你不能去 你被我折磨着死吧 这第三刀 斩你顶上天花 使你神气 荡人无损 行如出没 杨不凡 原来你这第三刀不过 也是学长绅士 我们走 妈妈 我要吃奶奶 干什么 我要吃奶奶 你也留不住你 你 我看你拿什么柳木齐 好 我过我的手掌戒 哈哈哈 老不凡 你也可以严告我生死吗 你真以为自己是天我老子吗 先前一世好 怎么可能死在你手里 你伤手让我亲自复仇是吗 怎麼那麼去吧 想死哪有那麼容易 功課神官 見切更上一層樓 怎麼可能 我剛剛不是死了嗎 我剛剛不是死了吧 葉姐姐 你以為你想死就能死的了嗎 這種生不如死的滋味 又如 你死一萬死 我便救你一萬死 這領域該如何選擇 我是成王 我把他看著我 你的罪慶祝難說 今天就算是你公公 我親自下場 從前 可休閃入神官 替你往開一面 我也猜得他跑那麼多 給我錢被百分的還回去 既然陳王父子 是你不知悔改的倚仗的話 那我今天讓你親眼看一看 我是如何親手摧毀你的倚仗的 不要在這裡叫大方了 來他去見陳王 聽說你老婆 是青州第一美人 你小子艷福不淺呢 聽說陳王好人妻 我命道上的兄弟 給你準備了幾個少婦 還是你懂我 哈哈哈 不如你 哦 好 吵 那個王妃羊 你給本王找的什麼外觀烈子 米粉 你說過會回家跟我們母女團聚 可如今我羊肉虎口 我什麼還是等不到你 真不愧是青州第一人 啊 你是什麼人 啊 你幹什麼 能陪本王睡 可是 乖乖把腿張開 保你不會後悔 啊 劉莉安 放開我 能陪本王睡 可是你可不替 嗯 劉莉安 放開我 嗯 臭瓢子 讓你跑啊 想跑往那兒跑往那兒跑 主人母 郑君 我反映回青州了 嗯 今天是飛鷹的大喜之日 你不再情人去招待來往貴賓 在這裡哀聲嘆氣 你成何疾討父親 我還有心思陪他胡鬧嗎 你不看看青州城 都成什麼樣子了 你呀 就不配做飛鷹的父親 哼 為止參見神官大人 你是向青州 神官大人親母派 神官大人歇怒 太晚了 我已帶博主 儲聚您總督職務 謝神官不查之恩 此府易主 滾吧 不凡 去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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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魔不轨 你被朱雀圣主擒祸 你敢染指轻衣 废西一臂 你做惩罚 我乃皇室祖籍 尊贵之趣 你敢背我手臂 我就将你剁成肉泥 还敢威胁主上 坏我好事 信不信我即刻叫竹龙过来 取你们狗命 这边是一百遍吧 黄飞英就是我在秦州 养的一条狗 就算我看老婆睡了 那又怎样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替他出头 他都不太胆气 还敢放肆 出生的王菲英 是不是你儿子 他出生的王菲英 是不是你儿子 你明知你儿子夺我挚爱 你为何不报 明知不知道 闻燕巨子恕不知药 你为什么不知 神官大人 属下确实不知 王菲英虽是我轻生 可自由养在我父亲下 从小性格张扬跋扈 我虽然为燕 却无力约束 夫人 我愿倾尽所有弥补你 用不着你弥补 我会亲自找他 请算 远凭神官处置 你好生看着 我如何向你王家讨债 来人 立刻在这围住总督府 没有我的命令 一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 你找到童童了 本来我公称明就要胡乃一间幻笑 还没坚弃 是我几里子孙轻骨丢领 从此 请周静美 罪无王家 我孙儿今日真帅呀 吴卫 我孙儿新婚大喜之日 陈蒙各位名流 赏脸捧场 为了答谢各位好意 我宣布 凡是给新婚夫妇送来礼贺者 都将有机会 去京东面前门侯 这正是我等一飞冲天的好时机啊 我孙家 准备了金冤阳一队 为王公子 和新婚之礼 孙家住有心了 你不要给耍我 这就是你说的金冤阳 不是啊 我真的准备了一对金冤阳 我大喜的日子 你都敢打场子 把这个杂碎剁碎了胃狗 我真的准备了一对金冤阳 王公子 不要因为他这个杂碎犯了好心情 且看我给你准备的贺礼 跑这让王少眼前一亮 我大喜之日 你敢送我兽品来人 曾经下去 给他们征价 谁有此理啊 我反正是心 你们什么都是殡葬有品 你们到底有何局势呢 王老爷子 我发誓 我跟您准备的是 北欧大师的将心之作 可不知道 突然变成了纸花老死 王菲英 你还真的错怪了他 叶欣欣 你这是 王菲英都死到临头了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王总多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 叶小姐 你这是何意啊 他们的贺礼都被梁不凡 施以了腰法调坏 这些给死人用的东西 是梁不凡为王菲英准备 王菲英今日必死 他的血验 就要变成断头验了 你口中的梁不凡 可是那梁家余孽 不是因为他沉沦至此的吧 臣王呢 华尔卿只有臣王才能解你逼死之情 臣王就在后庭 和我 立即打扰殿下 即使已到 你 去把新娘叫来 是 是 你之所以颜面扫地 权与你叶家示弱 而我王家 可是青州的土皇帝 梁不凡那个臭刀命的要是赶来 我将他跪着看着 是如何被我玩弄 王少 新娘子不在后庭 不让你去搜捕了 我来找你 不让你去搜捕了 我来找你 好你个臭当兵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语无门你闯进来 今天 你死定了 这天你别吃死忘小了 而今只有锦城王现身斩杀两不凡 才是你唯一的机会 何须请陈王出手 我王妃银和一百两刀都有画一拳 动动手指 自动捏死他这个大器 那你这次求多福 你在我眼里就是一只骂的 老子坐坐脚 这人才死 大贵下的人是你 小表子 你可是为他出头的代价 大胆 总督府里也都在发箭杀人 尔等还把大厦律法放在眼里了吗 官兵狠蛋 把这几个寻衅滋尸的混蛋 给我抓起来 拿入死牢 这门口的官兵怎么还不现身呢 怎么还不进来啊 尔等是想让我儿 追责你们数知是罪吗 你叫不来人 不如我来叫诸贾 进来 进来 看来你父亲心里还是有你 嘴上说不来 这不你来了吗 他若不替我做主 我可不认这个父亲 王二 你可要为飞银出头啊 这些人大闹飞银的婚礼现场 让我们王家颜面扫地呀 而且还在总督府里暴力杀人 蔑视我大侠律法 你应该把他们就地正罚 父亲 我算是看出来 他就是来看我笑话 我们根本指望不上他 还是我自己 为死去的兄弟讨个说法 竹龙战神 有人在你脚下青州作乱 让我拨远不说 还在总统府连杀数人 青州总统那老不死的 视若无睹 还请您来主持大局 王少少等天堂 我这就带人过来 你个混账东西 你不念父子之情 还作弊上官 飞银马上就被他们给付出了 我跟竹龙那是过命的交情 一会儿竹龙战神一到 你和这个疯女都得死 卓少 要不然我杀了她 现在让这个跳梁小丑死了 未免太过可惜了 贤衣 你最后取方作战 给我看这好戏如何 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头兵 竟敢这样目中无人 你真是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 这一 不必为几个将此之人动怒 你也知道 我必一道可惜 独龙战神到 独龙战神到 独龙战神 王少克 别我二人当一兄弟下手 王总督这是何意 但人都杀到了你总督府 你为何无动于衷啊 独龙大哥 这老东西为了看我笑 对大下法律制作 我们回头 你尚书国主 何之查办 独龙佩 王少大义命心 以为正道 当真是我等为臣子的典范 是谁金元律法 好监人命 又是谁目中无人 理想犯伤啊 独龙大哥 就是这个狗东西 一个不知死国的打罪 仍在我御下的青州作乱 我若不杀你 狂不正道 我怕这天下人 都要笑我独龙无能 这独龙战神 是不能王总督 一丝气功 我就有罪在身 给我起开 都知 连我独龙大人你也敢来 要不是念在你 是我身生之末 就是国主赤风的青州总督 怎么弄死 你 闭嘴吧 不帮助飞也就罢了 还阻拦战神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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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营已铸成大错 你再这么纵容他胡作为为 皇家教族 就真的保不住了 狗嘴里的狗狗像他来 我和猪龙战神 这是在为民除犯 别他卖事 啊 出生 你贼 他要念就去你 一百太队狗像 都不得下场 你贼 这边就是你 还太队头上 动脱的下场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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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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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简直狗胆到天呐 猪龙战神可是大侠五星级战神 还为大侠立国汉马功劳 一巴掌可不只是抽在他的脸上 你是抽在了哪下 数以万只战士的脸上 竹龙大哥要是有个好歹 良不凡就是死一千字 一万次也不足以弥补我大侠的损失 是 你 王菲英 你害羞我了啊 神官处罪 中龙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一个五星战神凭什么给他一个大头兵下跪 你被他一把掌伤活动了 我若今日还活着 我必将你剥皮仙草 竹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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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 他就是神官麾下一个大头兵 这怎么可能 他的身份若是真的在竹龙大哥之上 我和叶欣欣 走到两家满门的时候 他为何不急着出去救援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悲如蝼蚁的废物 一个处长 你 你再图成了 父亲 完了 皇家九族 是彻底完了 神官 我若知道是您 岂敢向您出手 一切皆是受了他的蒙蔽 我这就替您处决了他 我让你起来了吗 我让你起来了吗 神官恕罪 你何罪之用 我 我是非不分 善恶不变 步骤为虐 为虎多长 依照大厦法律 你该当何罪 我 罪该自裁 你岂止知道 为什么不服法 我即刻服法 竹龙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与其屈辱自杀 老不如 跟早逼 也只有你这种 不知死活的 警点之外 还敢在神官的面前 嚣张把握 我没赢 我先走一步 鬼门关键 竹龙已经服法 现在该你呢 岂不凡 你 你少下火 我可是青州的 地下皇帝 土鸡娃狗 我不了你 我 竹龙 跟我是生死兄弟 竹龙已死 保你不得 我爸是青州总督 我可是你姓生儿子 你快救我呀 他已被革职 自身难忘 等等 陈王 陈王是我主子 爷爷 你快去陈王现身 救我呀 陈王殿下 你快现身哪 陈王殿下 殿下 请你现身 为我能主持公道 诸杀 梁不凡 你们叫的 是不是他 你们叫的 是不是他 殿下 臭婊子 你行 梁不凡 你竟然敢真要对待陈王 我侯若是知道了 殿阳你死无全失 你能压倒竹龙战时 但你能干过陈王文侯 这种皇际国际吧 识相的话 就赶紧放了陈王 以死谢罪 畜生 你真以为这个人 能救得了你 梁不凡 你弄伤了我 我本该与你不死不休 倘若你能够证明 你是神官的身份 我可以考虑 与你化干戈为玉国 何须神官自证 自己不会看吗 神王令 这真的是神王令 神王殿下 这神官在我朝 是什么官 是极品啊 殿下 梁不凡 梁不凡 他就是一个 生物长期的庸禄之辈 怎么可能是神官 闭嘴 又闭嘴 殿下明鉴 吃你牌 一定是他伪造的 那你接过真的 我 你真求多福啊 斜眼怎么办 难道我唯有意思吗 难道我唯有意思吗 岂止你唯有意思 还不快自杀现罪 畜生 你给我闭嘴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 虎都胜不是子 你为什么老逼着他自杀呀啊 父亲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宝贝孙子 犯的是什么罪 犯的是灭门之罪 他若我死 王家灭亡 你让我这么去 他就是把天走个窟窿 我也要保他的命 你 梁不凡 就算你是神官又如何 睁开你的高眼看看 此乃先帝学术 免死照例 我能不能保下 雷鹰的命 哈哈哈哈 死丽眼 有这好东西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王家竟然有如此宝货 那传闻竟然是真的 没错 宝货当年 对先帝有恩 先帝解困以后 你先写下此诏书 保我王家安明 只要我王家人 持有此物 就算犯下死罪 也杀不得 哈哈哈哈 梁不凡 你生活背景不是很大吗 拿得过先帝皇钱吗 老子现在就是先帝病 不仅死不掉 还能反杀你 你拿块破布 就觉得自己行了是吗 大胆梁不凡 你竟敢侮辱先帝 先帝诏书 就是被你们拿来这么用的吗 如果不知道珍稀的话 我就带皇室收回此物 好大的口气 贤必欲错王家的血肇 其实你说收回就能收回的 不信 那你看看这个 太祖注鉴 去明龙去 上枕红龙 下入雁穴 这就是太祖佩天 大夏龙去 总是先帝 也不敢施其不满 杨不凡 手握大夏龙穴 这回神仙也救不了 王菲英这词了 这 这是大夏龙穴 怎 怎么会在你这 国主邀我渡国 将此物特赠于我 杭菲英 我能否拿到你手中的 先帝御词赵书 王献忠 我能否将你孙子 摘于剑下 王朗 我能否以你九族 为我梁氏满门讨个说法 清 神官三四 吕国 你当不好清州的副官 吕江 你配合上王室的掌学人 你们二人的功劳 抵消不了你们的过错 但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权足和他之间 你们二人自行定罗了 我都胜不识子之患 你为何逼我父子 做如此禽兽不如 又被人论之事啊 你为何逼我父子 做如此禽兽不如 又被人论之事啊 王老 你他妈疯了 我他妈是你儿子 也是王家唯一的嫡妻 难道 你要让王家绝后吗 宁可王家绝后 你要把我王家救赎 我 废了 啊 啊 啊 送我了 对吧 父亲 父亲 弟爷父亲 父亲 王王爷爷命来 回应 哈哈哈 你以为逼得我杀秦杀秦 你现在打车都报啊 神官大人 你我如你两家满门的 务后主使 可是文侯 你有本事 你就去找文侯 算账去 荒谬 他缺口为人 费应 费应 你敢诬蔑我爹 你 你总不能听个死人下说吧 这些真的是文侯所做 就算是我爹 那又如何 你有心报仇 可有胆寻他 我爹可不是王菲英这种下三烂货色 更不是叶家和王家这种下三烂门货 我真是他 杀人偿命 天理在我 若是文侯灭我梁家满门 那我亦让他死于我借下 那我亦让他死于我借下 这 还能不能 梁不 你想杀我呀 来啊杀啊 你这卑如蝼蚁的家伙 梁不凡 你请我们拿下了这场木口 你还不赶紧放开车往让我们离开 你会想死 只敢先让他放了我们 夫人要是手艺公贤你 生活地不让你们碎尸万断 你如果煽动 我就与死我婆 梁阿不凡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那么的薄情寡义 你不是想见那个小野种吗 他还在我的手上 通通 你想见死 那就跟我去找我 通通通 通通在他们手里 杰一 他们轻言寡戏 你不可精神认真是怎么摆布 你以为是不像你一样有业无尽吗 快速选择 杨军送赴 就赶紧放了我们 吹滚 不用追了 轻衣 你放心 我会找到彤彤的 是令朱雀圣主 即刻前往北郊 找几百万大军 连夜开速昭歌 朱雀领命 杰克出兵 不必因为他们 伤了自己 他若能断我家生死的话 也不会在此阴阴狂飞 基本圣主 八十一路战王 与神殿百万圣君 尽数到齐 在此待命 切记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向同胞操戈 遵命 小布丁跟我走吧 侯爷 要带你去献血了 你都不能 都不能放着我 小畜生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的脏血 能被拿去 为我朝太祖真武帝君所用 是多少人 求都求不来的福分 别耽误时间 快跟我走 老实点 侯爷 怎么样了 宿使真武帝君 可以好转 这是为何呀 莫非福布班 早骗了我们 侯爷 许是那小东西 不是梁家的血脉 还是宿使 与别的男人的野种 我不要将其吓死 不曾想 他却被太后襄撞 要被送去 迎天大会上做花筒 莫非 也要王华帝君吧 侯爷 如今颜值上早 梁家 还有个梁不凡呢 可他远在北江 帝君怕是等不及了 爸 爸 我儿为何如此慌张 爸 梁不凡 梁不凡已从北江归来 现在已经在招戈了 爸 梁不凡 梁不凡已经从北江归来 现在已经在招戈了 爸 梁不凡 梁不凡知道是你让梁家灭门 对我 对我百般羞辱 可是这还大放言辞 要将你战于剑下 梁家能为帝君献祭 是他满门的荣耀 对 他竟不是台军 一个神官竟如此猖狂 我即刻来人去灭了他 一个家奴 铁盖洋扬你我主上 干啥 你就 你 你 你竟敢上我父家婆 来人 还不将棋拿下 乱棍打死 谁敢 谁敢 你是何人 干来文侯府犯上坐了 找死吗 这人是谁 竟然敢来文侯府仨爷 真他妈的不知死活 他也敢跟麒麟子对峙 麒麟子可是龙门之主 侵传弟子 他便是两者 两家唯一于孽 麒麟子 你不是要不尊你师祖吗 杀了他 拿到他的心头血 你的愿望一定会承担 去 踏破体系无逆处 后来全部费功夫 方才 我就想亲自前往北江 取你心头血 没想到 你居然亲自来了 你速速领死 总是复苏 写一份力吧 侯你个梁不凡 麒麟子你也敢杀 你完蛋了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龙门之主不会放过你 神武帝君 更不会放过你 我远道而来 你就对我破口答吧 这就是你陈王的教养 还是你侯府的代客之道 文侯 要不我替你好好教训一下他 爹 全是小心 要不我替你好好教训一下他 爹 全是小心 爸 爸 爸 他 他竟然在阴府大王 爸 你要替我做主啊 爸 我好 成王拿你赌气 你老赖得慈 宠爱成王 如今他竟然敢当劲 你能没伤害他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爸 你还在等什么 快杀了他呀 他就收复了营养恨会吧 没想到我居然是玄境高手 你也得黑嘴 我好 你怎么能 你 这所谓 官子如沙子 老夫谢过梁神官 替我教训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来人哪 将此逆子拖出去 爸 就算廖不凡有通天的妖术 那我也不能让他羞辱我吧 你这既打不及堂的东西 还敢造次 速速将这孽障 送去台庙灭壁死光 爸 你这剑锋给我站住 你这剑锋给我站住 你无才无德 也妄想嫁入了喉门 若不是你 被选择会落得如此下场 来人哪 叫他给我拖下去 侯爷 犯上作乱的是梁不凡 大闹侯府 让你一命解释的也是他 你不像他随时外端 为何要成熟 我也成王 为何呀 老夫用不着跟你解释 快走 梁不凡是来复仇的 你不杀他 他便杀你 还在胡云乱业 永远不禁的狼狗 我也欣欣这是瞎了眼 才会把你这种人当作靠山 没有情无仇 他白仇 被受刺失欺负 可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呢 也不怕 是他灭了你们两十一组 也是他 我安排特使从青州 带走了那个小杂种 还是他 将那个小杂种 炮心挖干 去其心头 先喂给了这五地区 他才是罪魁祸首 你应该灭他们的呢 葱董死了吗 哈哈哈哈 没错 那么可爱的小姑娘 她怎么能忍心下手啊 这个老狗就应该千当万国 素素将是贱妇 究竟处决 杨不凡 你赶紧向他复仇啊 你毁了我好命的梦 你也快乐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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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彤彤彤 死了吗 嗯 他一定是不在的 他对你们而言不过是一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嗯 他却是我的掌上名助 嗯 嗯 今天谁都抱住你 我要你给彤彤和我梁氏满门 终于 梁不凡 我来到一家国庄的金叔父 他吓得摄政王 你竟敢如此嘴话 有何不敢 我手下有八十万金军 只要我一生令下 别看着金城内血流成河 温侯之威 风险当年 梁不凡也配与温侯争锋 对对对 一人能抵挡千军万马 你命不久矣 当年与帝军一同打天下的是我温侯 我八十万金军都是久经沙场的虎狼之时 你还不快跪地附众 这八十万金军 在我梁不凡看来不如八十万只羔羊 当不得你的护身符不足为惧 哈哈 梁不凡 以其虚张声势负于挽抗 不如面对现实束手就擒 你的无知和狂妄足够让这八十万金军白白造诵了 我梁不凡 以神官之名启示 这八十万金军一人保你 我斩一人 百人保你 我斩百人 难道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浩天上帝吗 既然你不撞南墙不知悔改 即可就让你见识一下八十万金军的内海 神官仁义 念神殿圣君与蓬谷禁军同宗同族 奉同效忠国主复为大侠 有同袍禁他本个愿同是操哥 可你文侯肖长过头了 神官 你把老夫当三岁巧儿吗 我大家谁人不知 北疆乱地 战乱连年不休 商业老神官驻守数十载 都未能平息叛乱 使其归于义头 他只不过才当上神官三五载 又凭什么能担负起 闲闲都未能完成的大任 事实远超雄变 事实远超雄变 梁不凡 你我之间是非善恶无需争论 老匹夫 你归下不由于你好解一气 他们自毁也因皇废向着你说话 但你戒约朝纲蔑 已是人尽皆知 残害生灵祸乱一方 更是铁正如山 好一个人尽皆知铁正如山 谁人这巧 梁不凡犯上作乱 你空口妄言信口辞谎 可有证据 让出群看看 文猴何曾做过那些 拿不出铁证 任凭你说了再多 也是对文猴的污蔑 好一群盛气凌人的忠权 来人 这便是你要的铁证了 本侯无过 他们之死非我之罪 我不曾杀你梁家义人 也不曾屠路其他家族 你若不下令 你麾下英犬 岂敢四处杀人 他们又怎会丧尽满门 如今铁正如山 你作为幕后主使 还在这里巧言令 作为自己脚辩 你还说自己无故 还说自己不是奸命罪人 住口 你这长舌妇 也敢给本侯定罪 就算你的主子梁不凡 也没有这种资格 是吗 我若持此物呢 大夏龙雀 上诸昏君下诸宁春 不过你别忘了 这大夏龙雀乃是我父真无帝君的配件 就算我真有罪 我父也会对我网开一面 更何况我根本就无罪 你本侯的身份地位 早就已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 律法之上 你公然蔑视律法欠他规则 难道就不怕引起忠怒吗 忠怒啊 不已知怒 有何具在 不过是免官图显 一头将地 能奈我何 就像你的主子梁不凡 虽然他早已怒不可 但他又能把我怎么样了 哈 哈 哈 想我臣氏 致天下臣服 让天下生杀 向天下大陆 受天下红服 示威天下公主 难道不应该享有此特权吗 不天之下 莫非王土 帅徒之兵 莫非王臣大下 乃我臣氏之大下 凡日日月所召 皆为我臣氏之物 我取自家之物 何错之有 你这骨血 性命 也如他们一样 皆为我臣氏所有 正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他们都已先后为帝君献祭 咽下 也轮到你魏国尽忠 为帝君尽力了 而都要对其好言相劝 好使神官 及早悔悟 我之将行 必有祥瑞 我之将亡 必有妖魔 文侯 你妖言惑众 蛊惑人心 骑士道明 实为妖魔 你文侯该向天下人谢罪 梁不凡 你发什么妨 文侯好像给你魏国尽忠的机会 你别狗咬吕洞兵 能为帝君复苏尽力 那是你的荣耀 行尸走肉 应当被杀 我 而你 活得太久 更是跟着 梁不凡 你还敢造成 我也给你机会 你为何不珍惜 难道你非要与我不死不休 有个身死道休 身败名裂的下场吗 还敢在这边闹黑白 分明是神官在给你机会 是你不知道珍惜 你灭神官满门 有残忍汉死童童 神官早敢把你斩死 斩我 好天子民也敢回到向天吗 我借他一百个英雄胆 他也不敢 这第一道 市令南方市地 灭你心脏火之深渊 在童童出道 梁不凡 你竟敢用妖法伤我 我八十万剑军是本事吧 正直到 神官梁不凡 本侯陈文渊截止 正天成运天子赵约 神官梁不凡率大军压境 致使昭哥人心惶惶 百姓怨声载道 故此夺去梁不凡 神官奉号 引入航母 发配北疆 未经特赦不得善离 哈哈哈哈哈哈 梁不凡 我乃当今国主的叔父 他的心始终还是想着我的 你还不赶快滚去戒指 文猴莫急 圣旨还没念完呢 叔父文猴 功气私用 擅自动用八十万进军 致使殿外百官聚众声讨 朕不胜其凡 咱收回叔父手中兵权 待百官平息怒火 朝中无人非议之后 再度归还 钦此 哈哈哈哈 文猴你现在还笑得出来吗 还快敲出兵权 当今国军 那一介女流 不过是我长中天子 他岂敢手巧我的兵权 八十万进军天地 岂可诛杀梁不凡 这第二刀 是令东方青帝 灭力肝脏木质闻源 是待我夫妻出刀 梁不凡 梁不凡 国主已下令将你距离招更 你还是速度离去吧 等我的事情办完之后 我自会回到北疆 还有 奉劝沉思思 不要再有这种过河拆销的想法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 把算盘打到我梁不凡的头上 哎 你也带兵回去吧 使官 使不得 他见我一时 我竟在遗诏 参见神官大人 燕王不重 欲要突围入府 圣君正在与其自杀 请使官定夺 燕王来凑什么人呢 他也想趟这趟昏水 神官 请承许我即刻出去 遵命了他 是令神兵让他进来 切记不可杀他 遵命 我听闻昭歌城中大军压境 变火速带兵十万 前来秦王 宫门口绕了一圈 却不见一兵一族 没想到造反的兵马竟在此处 看戏便是看戏 何必见之于我 回一边去 知我者梁老大爷 还得知我梁老大 能和人所不能 胆大包天道 飘落皇室的威风 我闻训赶来 原以为赶不上了 没想到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妙啊 我就不给自己加戏了 我这就滚去坐壁上官 叶王 你这是何业 起来秦王 为何不将梁不凡 这断臣贼子斩于奸下 继续造你的反 捅破这昭歌的天 继续造你的反 捅破这昭歌的天 儿当你带兵回北枪吧 说命 王侯 可否让我说一句 甚而今大势已去 命不久矣的自卫如何 好你个猴崽子 你也敢来笑我 将来定要你服务进行醉 你怕是看不到了 这世上没人能挡得住 梁不凡魔化后的五刀 哎 别打话撒 赶快动手吧 我来到路上 听说一个老牛鼻子 不想让文侯死 哭摸着这会他可过来吧 梁不凡 我实乃是天下全门至尊 你命中的客亲 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这第三刀 是令中央皇帝 灭你脾葬土之一员 是带我父母出刀 哎呀 这才第三刀 文侯就扛不住了 真是扫兴 第四刀 你竟敢这般破害文侯 第四刀 灭杖 竟敢这般破害文侯 是令西方白帝 愿你废葬金之破缘 带我梁家满门出刀 住手 你这灭杖 我与文侯本是制药 你却使他丢下大半性命 该死 属实可恨之计 丁鼻子 你敢搅后本王看信你活腻了 燕王 文侯沦落至此 你却置身室外 本就难辞其咎 若敢再胡言乱语 或对平道横家阻拦的话 便是最佳一等 丁鼻子 你别以为会在旁门左道 弄几件法器 就敢在本王面前扫 本王也不是你你的 无量严尊 严王 自找的 哎 老大救我 你竟然会成全数 你竟然会使用悬术 你不会悬术 那这是什么 他本是昭哥城里卖假药的骗子 也不知从哪弄了紧要法器 左右逢源 在太后和文侯的支持下 摇身一变成了大国师 大师不问出处 悬术不问来路 平道的悬术 虽来自法器 但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他 不如我 也敢迫害文侯回我法器 我定不饶他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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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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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后清典的迎仙主使官 今日我力保文侯 杀文侯就先杀我吧 去你吗 文侯是你小老婆 就你这挂羊头卖狗肉 别从他走死 我让我杀你 他不能杀我 他不敢杀我 他若是要杀我 他若是要杀我 老狗 你本身于帝王之家 却不为天下人做表率 活该你 饶命啊 你也怕死 那你可曾给他们留个活口 这第五刀 你女儿活着 只要你饶了我 我就告诉你 他的下落 梁不凡 你千万别被他骗了 你女儿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快杀了他呀 你本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但你如果告诉我 彤彤的下落 我让你死得体面一点 好 我可以死 但你要答应我 饶过悲选 凭什么 就明我知道你女儿的下落 好 我答应你 你女儿被太后带走 送去迎仙大会 做花图了 我 练乎 你 我 我 我自由 你他妈要往哪去啊 燕王 难道你要落手 吹花吗 有些人小女子 做您的姓小王魂 不然要想您此时放责药 陪就暖床 冤枉 还吗 冤枉啊冤枉 你就代替成王 助力我夜星星 完成航梦梦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去找一处酒店 去尝尝忍惊极了 谢爷 你堂堂夜王没见过女人吗 你堂堂夜王没见过女人吗 你还不烦 你有完没完 梁老大 像我这种老书男 哪能经得起这种诱惑 夜王 你没受伤吧 这般虚情假意 你若是分辨不出的话 那你就带回去好了 不过我提醒你一句 是他 灭我梁师满门 自己兄大 还是个大兄啊你 要是跟你上了床 那梁老大岂不是 马上要淹了我 梁老大 我与这个大兄 施不两立 有罪划舍 我一边去 叶欣欣 我留着你到现在 就是要你亲眼看着 我打算你所有的仪仗 现在文后已经死了 你也是手改扶法了 梁老大 你也在我们以前的前奔上 我知道错了 我会跟叔叔阿姨 还有你们梁师满门 做经祷告的 我会教你放过我 表妹 你可想死我了 你个灯徒子 用安分点 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 生这么大气干嘛 气大伤身 滚一边去 收起你的土刀 叶欣欣对我大下商会 大有用处 好你个 至高气昂的陈千千 千千千主 快救我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杀你 我要杀的人 你可保不住 现在杀他 与你梁家无异 与国却是大有弊断 你梁家满门尽遭徒路 我由衷表示同情 但今天 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杀 荒唐至极 我杀一个阴沟里面 兴风作浪的老鼠 难道会动摇 国之根本吗 是啊表妹 像叶欣欣这种 鸡毛不适的小角色 对你来说 有什么重要的吗 于飞 国家大事 你竟一无所知 你这种文恐 何时才能有一份 为国尽忠 为国主分忧的觉悟 哦 你所说的国家大事 是明日在昭和举办的 万国商商会 嗯 可这跟叶欣欣 有什么关系啊 可这和叶欣欣 有什么关系啊 梁不凡 叶欣欣不能死在现在 明天的招商会 还得由她亲自前去 这是国主的意思 你看后应该会懂 你的脏手 不许碰国主的东西 不必急于回答我 可看过后再做决定 你 这可是三百亿 也就你这种 掉到钱眼里的家伙 才觉得三百亿是钱 在我们梁老大眼里 三百亿不过是个数字 甚至啊 有时还不如色耻呢 我知你心中委屈 再帮我最后一几 即刻开始 就算你警报 我当年救命之恩 我再多让你活一天 叶欣欣 明日招商会后 我必战你 梁不凡 你自他过头 虽是只得一天 变数却之外 好不快 谢梁不凡 谢谢 明日下午六点 招商会结束后 你即可去提人 温侯那老狗已死 现在是要去迎接大会 童童在那里 我必须要去 看来你是真想 把这招哥的天给捅破 我本意并非如此 可他们苦苦相逼的话 那我便顺了他们的愿 先先了这天 游雪姓 真英雄 要是我大夏 多出几个 像你这样的人物 何愁不能重复 百余年前 赢家诸国之上的荣光 百年暗事 一登极名 从我大夏重塑九州起 至今不满一甲子 如今的繁华 一处不易 先辈前不后继 我等后来者 也莫要操之过急 只要我等齐心为国 功耕大夏 终有一日 窦火荧光 也能光芒大胜 说得好 君上安好 生死一别 七年团职之前 太后 嗯 一切 交给大国师吧 大国师怕已疼不出手 梁不凡大闹文侯府 我已请大国师 前去镇压 那梁不凡 敢去文侯府闹事 他还扬言要杀我父亲 我这才请大国师前去 只是 大国师迟迟未归 恳请太后 再度援兵 增援我父 真是大胆 启禀陈王 文侯已命丧火海 不可能 文侯已命丧火海 不可能 文侯怎么敢杀我父亲 我父亲可是本城的王侯 一定是你这个阉人在骗我 一定是你在骗我 陈王请急爱 侯爷 真的已经不在了 报屁 大国师都已前去增援 我父怎么可能会死 不瞒殿下 大国师已是死于火海之中 什么 太后 恳请太后做主 为我父亲报仇 为大国师报仇 太后 我知道 你与我父亲不和 可大国师是您的心腹之臣 为您求长生法立下汗马功劳 如今却被梁不凡给杀死 您若是置之不已 只怕会含了万千方式的心哪 他们翻越昆仑雪山 走过荒凉草地 不辞辛苦钱去吸引营神 他们若是得知 您这么处置此事 他们不会觉得 您是鸟进工藏 突死狗烹吗 他们还会全心全意 为您寻觅长生法炼制长生丹马 方式队伍到 迎神时间到 七便太后 方式队伍到 迎神时间到 我为求长生 便寻方式 最后是大国师告知我 昆仑青山之后的神果 太后 大国师有恩于您 就算是浩天上神 知道您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 就算神人来了又如何 他是依旧不会 刺下长生法门的 您真的会因为 一个梁不凡 而前功尽弃吗 还请太后三思 你说的没错 我若不救大国师 那上神便当 我是薄情寡义之人 以臣王 随我去迎神 安心去 此事 我会走出 谢太后 妈的 我就说上个月 军中军想怎么发不下来 竟被这老妖婆给挥霍了 西并太后 我等于从神国迎回神谷 与家业法兰大法师 快快请大法师上来 那法师不辞辛苦 远道而来 为我传授长生之术 为表敬意 我已令国库调拨千亿 与昭阁城 修建白相寺 待到迎神大会结束 法师可入住寺内 入住歇息 千亿 这个白相思花千亿 这老妖婆 也太那么不会过日子了 此乃神国 乃我神国世门祖师 于化登仙 归为神位之时 遗留在人间的宝物 太后 若能安置供奉好 长生不老之术 知日可待 迎神大会后 我会令国库 再调拨五百亿 连夜正调十万名符 三日之内 在西湖北修建 一座八宝琉璃塔 太后请看 我还有神国上城经书 一百四十本 共计三千卷 哎 我这就把他带走 你这小孩太不听话了 坏了规矩 等我回去 再用挣扎 你知道错了 不要用挣扎 我不要 主人 我想被你害死 不是 Release 我 都没有挣扎 有 神 想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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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童童 童童 爸爸终于找到你了 爸爸 你不让童童睡觉 不让童童吃饭 童童好累 童童也喝 想吃爸爸做烤鸭 爸爸带你回下去啊 爸爸给你做烤鸭吃 爸爸 你还用着找我 你妈的 他还是个孩子 童童 爸爸答应你 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好吧 爸爸答应你 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 好吗 爸爸嗯 童童没有保护我妈妈妈妈没 坏人抓走了 童童放心吧 坏人已经被我打跑了 找到妈妈了 哇塞真的吗 嗯 真的 爸爸童童想家小妈妈 你可以带我回家吗 爸爸现在带你回家啊 你叔叔我们回家 童童 叔叔在跟这个坏阿姨说句话 嗯 再且饶了你这条狗命 不过你给我记住 往后再敢欺负我大夏春生之苗 老子怎么就活寡了你 给老子滚 大夏还真如大国事信中所说啊 是片未曾被世门神光普照的满蚁之地 你口出什么谎言 你口出什么谎言 你想在太后面前抬高你们世门 但你一个外邦来的和尚不该供人如我大夏 你再敢胡言乱语 捧高踩低 我他妈找人多了你 叶晨 住手 太后 我已明了 神明之灵在天对大夏弃之不顾 是因大夏蛮夷不化 太后要想得长生不老之法 就要在大夏境内 推行我师门教化 我大夏是蛮夷之地 你这种鸡脚嘎蓝里边出来的算什么狗东西啊 大法师言之有理 你休要放肆 把你这张臭嘴给我捂上 陈王不懂事 大法师莫怪 但我处置了乱党 即刻多诉国主下诏书 在我大夏境内 推行师门教育 站住 你们殴打太后亲信 破坏迎神大典 还想一走了之 还想一走了之 太后 我 蚂蚁也 顶撞太后 还望海涵 爸爸 你说说是不是傻 哪有说自己是蚂蚁的 话已至此 能走了吗 还想走 大夏正因有儿童蛮蚁 无辜一切 这才招致大夏被上天神明器治国共 还好 立足万难 才为大夏求来一线生机 怎会放任儿童蛮蚁 继续惹怒神明动怒 你个臭牛鼻子 也只有你这样的蠢货 才把这些神棍当作大神 像你这样的破烂 你就算跪着送到你爹手里 爹都嫌弃了 你不信质宝威力便吧 又怎敢这般大放厥词 你 嘴无可恕 我即刻要让你死在 质宝猪法之下 好厉害的魔术 大大你快看呀 原老大 快快快快快 速速做法 给我拿下这个狗贼 你怎敢躲我质宝 换我 正能披免阴阳轮回盘的法器 应是大能俗持 在你手上属之士辱没了它 不能真被强占 只会身受其害 听到没 是你不配 我是大贤 该我占据 你非大贤 不是正主 大贤未向是 该你先收下 梁老大 你该不会是说 大贤和听到之初的正主 是我儿子吧 您非带我儿 谢神观众报 梁老大 那个我先走一步哈 回家抓紧时间结婚 造小人 我 太后 我师志宝 求太后 为我做主 太后 该是您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吧 国情寡义也属蛮夷之态 实名唾弃之举 若您想得长生法门 今日势必再将梁不凡出去 太后 看此人面相 和言行举止 都和我世门祖师命中送敌 魔王阿修罗 毫无二指 是魔王阿修罗 转世再生 此人不除 必定会使太后 长生路上 一颗不可逾越的完食 嗯 原来如此 我急于求得长生之术 那便真是不能留他 梁不凡 他们说的你都听到了吗 你今天必须死 我不能留你 沈思思 你打算此事如何收场 沈思思 你打算此事如何收场 思思来了 思思来看我了 冯我白急动一场 思思怎么可能会来 她是国主 她要操心政务 吗 根本无心管我 五六年了 此先帝先师 将她从北江青龙举中 召回继位的那日算起 我与她 五六年未见 她一次也未曾看望过 我和先帝 她会来吗 今日 我是要杀你 杀我 我有何罪 你罪孽深重 狂妄之际 无法无天 你若不除 主天生命再怪罪于我 我便不得长生 若真要因为几句谗言 便放眼要杀我 你曾贵为一国之母 如今看来 你母仪天下的姿态 已经荡然无存了 你说的没错 瞧着我现在这张 忍不忍鬼不鬼的脸 这张脸 再也没有曾经 母仪天下的优荣华贵了 时间催人老 岁月拜美人 自顾多少红颜变枯骨 我作荒泥念作臣 我想长生 则是人间留不住 如言此行 花此数 古来亦是如此 太后 你只念太深了 梁不凡 你说的轻巧 而今你正直壮年 岂能明白我这种 衰老之人的心酸 让你年迈体衰 容貌不似当年 你自然会明白 我今日所说是多么的催人心肝 生老病死 我梁不凡本就等些事之 真到了那一天 我也能安之若肃 你想安之若肃 电视也由不得你 你莫不是忘了文侯之死 文侯之死本就是了咎由自诩 作不得你会销视听的论据 那你还是要死 我绝不能让你乱了我长生打击 太后 你何故苦苦相逼 你我无冤无仇 真要因为几句谗言 弄得不死不休吗 我赌不及 我可以不为那个 剑壁和陈王做主 但是我从神国 恭迎来的大法师告诉我 你是阿修罗魔王转世 你若不除 我便会在长生路上 功亏一篑 梁不凡 你赴死吧 就当你救救我 这个毫无希望的可怜人 就当 我求你 太后 你为了长生 一入魔道 入魔又如何 只要能长生 沈思思 你还不信心吗 真要我点破你那些 不实的念想吗 梁不凡 你还用去找圣事 我而思思 国主驾到 国主驾到 高宁国主 高宁国主 思思 你可是来看望母后的 是为梁不凡 国主既不是为我而来 何故突然驾到长春园中 是为了梁不凡 你岂会有这种好心 你六年只来一次 却是为他而来 我真是自取其辱 多此一问 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为何不信 他罪孽深重 今日不死 难凭天怒人愿 敢问梁不凡 犯下了何罪 他屠伤骨 乱名声 我作证 有人指控他 杀了青州 所有门阀的证闻人 杀人偿命 乃是青州 先杀梁氏满门 他杀朝臣 乱朝刚 我亲眼看见他 杀死青州 总督父子 五年前 梁不凡 送我返回昭歌 路过青州时 动用逆天手段 为青州赐福 使得青州成为大厦 数一数二的富饶之地 可亡郎师位速参 使得青州治下 舍鼠横向 祸害周边巨陷 我本欲杀他 可梁不凡 带我操刀 非但无罪 反而有功 郭主 你为何处处向着他说话 难道 他给你灌了迷魂汤不成 他给你灌了迷魂汤不成啊 荒唐 他滥杀朝臣 不仅无措 反而有功 那他生臣王 如文侯呢 他杀我 杀我父亲 残害皇室 罪无可恕 难道 这你也要保他吗 陈思思 我父亲 是你的王叔 皇室血脉 他无微不至 帮你治国 整理朝政 难道 你要保他的杀仙仇人吗 蠢货 你撕开他的伤口 又在他伤口上面撒盐 还想让他帮你 简直愚不可及 你给我闭嘴 草林同没你出话的份 陈思思 我说的可有错吗 你说的没错 去办吧 陈思思 你就是 你要干什么 金牌在此 佛祖降罪 陈王 速作认罚 拿你的破牌子 护别人去吧 老子根本就不认 拿你的破牌子 护别人去吧 陈思思 你配给我定罪吗 你就是一个 不忠不相 不仁不义的狗东西 你可知 当年若不是我父子放你一马 你早就死在赵哥的路上了 当年 当年东营忍者队伍 足足十万余人 若不是有人暗中相助 他只会遇过国境线 对 没错 是我放出先帝死去 引导国十万忍者 几具山海关 撤去边坊 让他们顺利入境 还顺利 暴露了你的行踪 让导国十万忍者诛杀你 你竟敢 违背先帝一讯 或害手足 可无知己 那时 若不是他执意十万里什么 我不是 本可以对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 继承王位 可不成许 那导国十万忍者 就是一群废物 不堪一计 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 不能轻易杀志 可 可我父亲不让 我父无胆 该反的时候他不反 活该他一辈子 屈居于人 我父亲一生误会 我很深 也怪我自己 一直不坚 不然 怎会有你今天 骑到我头上 这般疯狂 陈斯斯 本王无惧于你 并不是本王不如你 只是因为我时运不济 如果是我继承这大夏 大夏 定不会是今天这般 歪风邪气盛行 我本意送你与王叔团聚 可现在我改了主意 我不但不杀你 我还要把你留下 朕赤令 将陈王贬入民间行起 又不得踏入皇城昭歌 是你在蛊惑太后杀梁不凡 国主有所不知 梁不凡实乃大夏之户 若不去除天上神明震怒 必将下惩罚 即使太后不仅得不到长生 只怕还会连累大夏 你的意思是说 今日梁不凡不除 他日我大夏便要遭遇恒祸 不敢下此定 但敢说有这可能 放肆 就凭你也敢断言我大夏不孕 该陈 贼客送往刑部 明日五十三刻 开启会 你敢 大法师是我为求长生求来的贵人 也是我获得长生之道的唯一机会 母亲求你 要回来我对长生的最后念想 国主对生身之母 寂静无情 此前有妄言大夏国运 我未曾与你亲属 而几你若对我皇家之事平头论语 上至于害后承论语 杀你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若我舍身赴死 能度化国主 使国主幡然毁 落我师门 就是被国主所杀 我也心甘情 可我却不信 你神之数 但如果是 国主所说的鬼神之数 能安邦定我呢 这不只是世门 被叶经门 还有复国强兵之道 盖子子 你莫要着了他的道 此人对大夏 暗藏过去 我家夜法兰 自修行以来 手心不倒数十载 京来大夏 唯愿世门 神光普照大夏 何来这 暴藏祸心呢 那千亿白相寺 作何解释 那数十万民工 好自五百亿 又是三天见起的佛塔 你又作何解释 这次 你是不是还看不出来 此人根本不关心 我们民众的死国 只知道无度的 搜刮名指名高 试问 用这样虚伪的 教义去治理天下的话 那国家还能活副弥强吗 你不懂我世门之道 就莫言狂妄自信 国主可知 藏富于名 与藏富于国 有何区别 藏于国且藏于名 与九州有何区别 天壤之别 那问国主 这九州是国主的九州 还是民夫的九州 当然 是我的九州 是臣氏一族的九州 那修筑白相寺 与舍利沙 乃是取名之才 藏之于国 能使国父 为国存在 未予筹谋 如此说来 言之有理 十字四 你已被弹鼓破 即刻给我醒过来 十字四 你已经被鼓破 即刻醒来 先帝一瓶乱石 重复九州 可那场矿谷硕金的战斗 耗尽了我大夏国立屋里 为大夏国鸡瓶鸡若埋下了祸根 我已冉煤之急 不然我也不可重招 周上万国大会 重复九州之事 也并不是只有你 陈家浩敌的财力物 民间也是如此 且战乱之苦 百姓更是首当其收 变地恶 一子而食的惨剧 你也不是没有见过 如今大夏修养生息 不过数十才 多数俊县仍然财政赤品 为了摔逸银食 愁眉不展的人数不胜吃 如果这个时候 你把恶刺到他们的头上 要原本为数不多的钱财 全部都寄陷于国的话 那岂不是断了 大多数人的活路吗 我与您 有轻重之分 有次序之别 而事实也是 先有我大夏之国 才有百姓之家 这国家积贫积弱 已燃眉之急 若再不解决问题 国家瘟疫 何来百姓之说 以少数人 就多数人 那便是 少数人的功能 这也符合我们 世门的教义 荒谬 这根本就是 拆东墙补西墙 从此以往 必会动摇民之根本 我深知 名为国之本的道理 可我也没办法 况且 我会讲个分寸 不会合作而语 一旦解决了 燃眉之急 我会选择 更好的办法 为大夏的子民 选择一条 国父名强之路 陈思思 你清醒一点 治国不是国家家 梁不凡 我深知你出信 可你这一番说教 也不能缓解 我大夏国 积贫积弱之困境 我知你当上国主之后 从未信任过我 但我仍敢怀于你 当日救命之恩 过我才会 十万里送你回昭歌 帮你杀文宏 清君策 交出叶欣欣 祝你展开万国招商大会 如今我已遵守承诺 帮你满足三个心愿 可我 仍有一事 可在帮你 这阴阳轮回盘 乃是神殿之中的人道至宝 能一天改遇 是时候 四足这片 仰我生我的九州了 今我梁布凡以大夏神官之名 祈求四方神明请愿浩天上帝赐福 神佑大夏 是未来大夏百年之内国运抖操 大夏 大夏未来百年之内 国运昌盛 这是我赤灵浩天给大夏的机会 也是我梁布凡 给你陈思思的机会 以后你不必再有见读偏锋的想法了 只要你勤勤恳恳 为国公庚 大夏定能重回世界之巅 你陈思思也能轻视留名 梁布凡 你去哪儿 青州祸北疆 我可以去找你吗 不劳国主挂念 望国主心系大下 梁布凡 梁布凡已为九州赐福 放弃你的歪理邪说 滚回你的国度 我可免你一死 思思 你不能赶大法师走啊 他可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 太后若非要长生 即可跟那大法师 去往他的昆仑生活 即驾回宫 国主 我有一言相告 大夏神官第一次赴九州 那便更该取民间之才了 爸爸 我们能教许妈妈吗 我妈妈说过 人睡久了会变成傻瓜的 妈妈这段时间太累了 让她好好休息休息 那妈妈变成傻瓜怎么办 彤彤放心 一切都我爸爸 妈妈 彤彤 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都瘦了 让妈妈看看 恭喜主上一家团圆 神官你 这是我梁家祖传的班旨 也是我梁家 世世代代 在那个无人入玄的年代 时不时旧家属途过玄境 踏入玄境的原因所在 五年前 我与魔君死战 立不抵他 几股历劫身亡 这么说来 神官当时能够绝地逢生 是因为那一段情 不过我当时并未发现 我一直以为我梁不凡 是天命之子 能力破玄幻 能向死而生 是昊天上帝 给我降下的神迹 一直到半步入玄 我已是天下无敌 直到我真正地看破玄关 我才领不到了气 我差点忘了 来的时候就放在门口 上面写着是让您 叶秦秦抓了若雪 东凡 我们得救他 他让我明日去办过招商会 不然他们便杀了他 他指明让你去 一定是有猫腻 是有如何 是叶秦秦 梁不凡 别人 我就会找你复仇 梁不凡 是哪个无名之辈 我怎么没听说过 大夏有这个名字的野狗 阁下 对付区区一个大夏人 何许你亲自操刀出动国宝 给我他的位置 我就能提回他的人头 你们的任务不是两部分 而是真武帝君 真武帝君 大夏那个开国皇帝 你们可能不知道 真武帝君为求破玄关 走何入火 大夏内部已经封锁了消息 将他藏在了昭歌城中 天要王大夏 他们护国神已废 我国再也不用对大夏心有忌的 出发吧 去割掉大夏守护神的脑袋 为我国百万大军夸海 习近祭旗 嘿 班藏先生何必操之过情 只要你能杀死梁不凡 我愿意伺候你 叶小姐放心 我们一言为敌 快出去 班藏先生我想通了 愿意大夏东海三岛换取与贵国通商的机会 大夏有句古话 虚实物质为俊敬 谦谦郡主果然和诸多与负的大权人不一样 班藏先生 我突然造访 一是与您签订异地条约与通商协议 二则是 想请您帮我一个小忙 说来听听 听闻贵国丛云剑 乃是世间一等一的质堡 您能否 请来丛云剑 借我一用 不知郡主 借丛云剑作合 我国传世之宝 若没有重组的缘影 只怕我难以满足郡主的愿望 千千求见 乃是要复苏我大夏真武帝君 哈哈 尤其 天主老爷 最后竟然会从大夏人口中 知道他们护过神的下落 好 请你放心 不过我的要求你也必须打到 我还没尝过大夏皇室的种子 不知道滋味如何 哈哈哈哈 陈倩倩 你自喜是高傲的凤 可最后不也沦落到和我一起 伺候这种过错下流的窝寇 换个要求 如今这股 果树难同意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只需要你奉献一次 一次也不行 那就让陈武帝君去死吧 大象有句话 呛你的瓜布田 不过我要整个燕云石榴周 那可是我大夏东京重地 若是布毛之地 白送我都不要 当然 燕云石榴周 作为大夏东京重地 大夏自然不会忍通歌 如此 天云石榴周 卒领给我五十年 不许浅浅 你行如何 好 四八子乡 能答应你 哈哈哈哈 好 浅浅郡主果然少快 老舅 引浅浅郡主的排名 感谢伴藏先生 我大夏将会永远铭记 伴藏先生雪中送炭的一句 千千郡主客气了 往尽快通知国主 撤去燕云石榴周守兵 恭喜半藏先生 不非一兵一组 并拿下整个大夏 燕云石榴周 半藏先生 不是无双啊 哈哈哈哈 如今你是我国的中权 告诉你无妨 租赁燕云石榴周 只是我国蚕食大夏的第一步 仅仅一个燕云石榴周 不能满足我们整个民族的野心 我们要的是吞并整个大夏 你的红严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不过到时候 还请伴藏先生锤帘 赏燕星星 也下藏钢送饭 好 感谢各国使臣远渡重阳 参加我大夏主办的万国招商大会 我代表国主 对各位置以崇高的敬意 我宣布 拍卖会 即刻开始 要不烦当愿你找我挥下十万死事 你就是我偷尸爱见 今日就必死 此乃我大夏瑰宝上扬台铁 此铁为我朝大唐师仙 存世唯一手术针迹 起拍价 一个亿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千万 一张被重铸过的破纸 也敢报价一个亿 大夏怕不是穷疯了吧 嘿 什么东西 还不如我家的厕纸 拿它擦屁股 我都嫌弃粗糙 嘿嘿 苗草的笔记 犹如我三岁孙子的随手涂鸦 大夏人果真萌昧啊 这都敢吹噓 是独一我二的艺术品 如果蛮子不识好货 将我大夏瑰宝贬提的一文不值 上阳台提有梁不凡药了 出价三十亿 三十亿 在我英国 能卖十座化工厂 能为华夏三万人提供工作岗位 他居然为了一张破纸 出价三十亿 也难怪你们华夏恶朴遍地啊 先生所言甚是 大夏竟是一群御府守旧之辈 而今世界万象更新 他们却仍旧故故自封 如今已被我等 远远甩在后头 哈哈哈哈 这位说的没错 他不过就是大夏第一层的一个大头兵 他却哪里拿出这三十亿 前前君主莫及 西方列国不是师贤归宝 可我国却与大夏通宗如愿 知晓赐宝的价值 我囊就羞涩 十亿重金就先欠着 现在 这一块钱就是我的定计 不知前前君主 能否让我将上阳台提拍下 好 恭喜伴藏先生拍下上阳台 你敢 陈姐姐 若你今日把上阳台提 给付伴藏的话 你哪是手 你做你哪是手 梁不凡 这里是万国招商大会 不是你一人当家做主的北枪 陈姐姐 你不在里还敢如此嚣张 真是愚蠢至极 我不占你 分明是你梁不凡无礼在先 你有三十个亿门 就给胡乱喊叫我拍卖会 你可知这场拍卖会 关乎我大夏在万国中的颜面 你负担得起这责任吗 区区三十亿不足挂持 总是三百亿 三千亿我梁不凡也拿得出 我保股价 却贱却给了一股砸碎 后世唾弃 千夫所指的罪名你可担得起 梁不凡 商场不是战场 刁哥不是你北江 你这万语虎谋平 是似虎为狼 以我大夏之瑰宝 国土换取虚余之间的虚假繁荣 这无异于是祸根深重 言不凡 大夏已是无从选择 几穷几弱 使得大夏将轻 若不见得拼 大夏将于这一代亡国 我等也将成为大夏的罪人 被永远地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用理会梁不凡 今日过后 我陈谦谦纵使背负千古骂你 受万人唾弃 碎骨挖心 也不怨 取消派卖会吧 纵使你姚维起怜 极力讨好这些万国使臣 他们也不会对你 或是对大夏高看一眼 帮我向国主捎句话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宝射程之内 将所有参与拍卖的大夏瑰宝收回国库 至于其他奇音巧技 极尽奢华之物 继续拍卖 谦谦谦谦 拍卖部会是拍卖会的规矩 我已付下定金 拍下这少阳台铁 我也还要收走 大夏是要欺辱我过吗 我将代表大夏商会 参与此次的竞拍 前前郡主 你的这个做法我不喜欢 好了 上面开店 对找位置 上了我与前前郡主的合情 对 这就是我的拍屏 我拍个好战 我大夏愿意出十个亿拍下他的生命 千千尽奢却 十个亿根本就不够为他赎身 那要多少 你开个价 无价 你 一命换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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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用你的命换他的命吧 用你 用你的命换他的命 小水 你不要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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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下公佛 哎 少爺 我帶你回家 沒這個 请大神官为我大下做主 九军派责人潜入 欲杀真我帝君 帝君闭关之地 由我龙门之处作阵 岂容而等抑郁砸碎 胆大妄为 我龙门之处 大下无者 刚做最佑 一个大圆满宗室 强行此手指 这便是大下 护国神真我帝君 杀了他 灭了大下的精神图等 也能助我国大军再度靠关 二等也敢暗中加害 我大下真武帝君 回去给你列祖列宗带句话 假以时日 我梁不凡必出东海 到你们的雪山 马踏樱花 这里竟然是先天气云地 火而后立 已入全关 恭喜 你是谁 从前是斩杀文侯之叛逆 如今是彻守帝君之乱狼 沙维侯 他死了 万物之计 还有定数 愿为天下无道 殿桥板 殿桥板 我浩天神殿 神官梁不凡 在此契愿浩天上帝 我愿以人独至宝 阴阳轮回盘 换得重开天 愿世间痴迷无道之人 皆可知己无道 便其功学